可能你現在在聽的是神網第一線 希望大家幫幫忙點贊、訂閱和分享 看看訂閱狀況 幫我片支部正向部沙冷氣 和主持人的個人頻道 希望大家都可以訂閱 亦希望大家幫幫忙把直播和直播分享出去 多謝大家支持 現在說一下美國那裏 美國 又說沒事的 現在就是 有些人很糟糕 不是全部人 美國呢 如果你正正經經自己買一間房子 做了三十年的Fixed Mortgage 那些人呢 都是如常生活的 但是 有些人現在 虧得很厲害 為什麼虧得很厲害 有些人呢 在美國那裏 做了一些高風險 高槓桿的物業投資 那些物業投資是什麼呢 就是 那些公寓 那些公寓 那些公寓都死了嗎 其實呢 之前呢 之前呢 有些公司呢 教人投資 美國的公寓 疫情前呢 其實也有的 疫情前呢 就是教人移民 因為那時候呢 特朗普的女婿呢 他就有些項目 就是你買了之後 他就給你一張綠卡 那些項目是在新澤西的 有些是 如果我沒有記錯 這是疫情前我看到的東西 那他們 現在在美國呢 因為疫情期間 那些人就少了 做這些投資 那他們就用另一個方法去銷售 那疫情期間呢 他們銷售的那個 投資呢 就是 你投資美國 某些城市 某些地方的公寓 那就可以有三成的回報 那些公司呢 就是 四處買那些 公寓的 再租給別人 那有些人呢 在疫情期間呢 就扔了二十幾三十萬 這些公司那裡 那些公司呢 他其實就是買很多的單位 買很多的單位 然後現在就糟糕了 因為呢 那些單位第一 少了很多人租 現在就是 那還有呢 另外一個情況呢 就是 裡面可能牽涉到一些騙局 可能 還有他們那些 用公司去買樓 他們就不可以 做三十年的 fixed mortgage 他們也不會這樣做 為什麼呢 因為他們要賺盡一點 他們賺盡一點的時候 因為大家 回一回帶 就知道 其實 2022加息 這件事情 其實大家都是覺得 一個 驚嚇 2022年加這麼多息 其實為什麼這麼驚嚇呢 就是 沒有人猜到 普京大帝 會走去 全面 進去烏克蘭 打一招 是沒有人猜到這些事情 沒有人猜到 普京可以 犧牲自己的天然氣銷售 去做這件事情 其實 大家 之前的想法 就是 覺得普京也要賣天然氣給歐洲 尤其是這是德國人的想法 德國人的想法 就是 我幫你買這麼多天然氣 你沒有理由去 搞這麼嚴重的事情 結果 真的搞了一件大件事 搞了一件大件事之後 大家知道了 這些是歷史 通脹在歐洲 就厲害了很多 那 因為打烏克蘭 打烏克蘭 烏克蘭就是歐洲的糧倉 其實就影響了全世界 因為那些資料很多都是在烏克蘭 運出來的 那 現在的情況 其實是否改善了 有些地方 就把供應鏈改變 譬如 有些地方以前 就買烏克蘭的糧食 現在他們自己就 在其他地方買糧食 還有自己有地方 本來不是種那麼多糧食 現在又種多些 有些東西是可以調節得到 但是 現實就是 有些 有些 情況 那些投資公司 推出 有30%回報的時候 他們沒有想這些 他們只想一件事 最重要的是 有人投資下來 我們 那些物業後面 還有其他人 那 那個回報 我們就可以給 那些投資者 所謂的 但是 這是根據 MSCI 的消息 之前 對美國房地產的擔憂 就是在 辦公室那裡 之前我也有說過 美國的辦公室 少了很多人租 還有 有些地方 根本是刺激了 那麼 那麼 去到三月的數據 這個根據 MSCI 的數據 就是 美國的辦公室 的市場 建築的價值 就是超過 380億美金 那麼 它裏面 就有100億 是公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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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麼 現在 這個情況 這個是根據 MSCI 的消息 的數字 那些 多戶的住宅 即算是 公寓 那些住宅 現在是 在陷入困境的房產裡 的佔比 可能是最大的 其實是 現在是新的數據 剛才我說了三月的數據 現在 新的數據 就是 好像 超過560億美金的 房地產 是面臨 財務困境 其實是 其實是 那 現在 這件事 就 嚴重了 那麼 這些事情 為什麼會這麼嚴重 這些 560億那裡 這些房地產 他們 不同的人 持有 他們 合起來 去投資這些房產 還有 如果這些房產 真的爆煲 就是 那些個人投資者 就是 輸到無影 為什麼會輸到無影 其實 剛才之前也說過 有些公司說 你有 30% 的回報 現在 其實就是 利大本無歸 因為 它的樓價 其實在美國 跌了百分之十幾 整體來說 跌了百分之十幾 百分之十八 百分之十八 沒有香港跌得那麼厲害 他們 整體來說 就是 就是 multi family 就是 multi family property 就是 不止一家人擁有的 地產 現在 就是 那個 價錢 跌了百分之十八 那麼 它什麼時候 到達頂峰呢 價值是 就是 在2022年的時候 到達頂峰 有些人 就是 在2021年的時候 就聽 推廣這些投資機會的公司說 就扔錢下去 那麼 2021年的時候 其實 那個環境 不是那麼差 在美國 那 現在 在美國 他們這些 就是 apartment 或者叫multi family 地產 那 他們那個 問題 是 好像 一直都沒有人 留意到 現在是突然之間 爆出來 為什麼會突然之間爆出來呢 就是 有些 房屋順貸 有關的 機構 那麼 包括 叫做 Starwood Real Estate Income Trust 就是REIT 那麼 它就 收緊了 那些股東 拿錢出來 那個限制 那麼 其實 現在的REIT 都出事 那麼 在香港 是不是 REIT 都會出事 有人說 領匯會會很嚴重 具體的 我不知道 因為我也沒有研究過 說真的 但在美國這個情況 就 已經是現了出來 這個 Starwood Real Estate Income Trust 他們就說了 他們 那些股東 就不可以 那麼容易 拿錢出來 還有 那些樓 就算跌了 他都不會賣出去 現在的情況是這樣 還有其他公寓業主 他們是要蝕讓的 有一間商店叫Western Wealth 那他就是蝕讓的 為什麼要蝕讓呢 就是要還債 還有 現金流不足 那麼 現在呢 這件事已經在 華爾街不同的角落 就出現了 在華爾街那裡 它有800億 商業房地產 抵押債券市場 這些就叫 捆綁貸款投資工具 他們現在壓力很大 這些東西是 那麼 提供者CREATIQ 的數據呢 4月 這個CRE CLO的困境 是破紀錄 8.6%是糟糕 今年到現在 年頭到現在 新的CLO 創建比率 是 比起2022年的時候 就低了九成 其實就是 這個呢 就是 CLO 那麼 那麼 這個什麼叫CLO呢 就叫 Collateralized Loan Obligation 那麼 在 疫情期間呢 為什麼呢 為什麼那些人會 扔錢去買房子呢 呢 那感覺就是 全世界的人都好像有錢了 那時候 2021年的時候 利息是低的 租金是飆升 那麼 那麼 在2021年第四季度呢 在美國 那些公寓大樓轉手的價值呢 是去到1,660億的 那時候 是疫情前正常水平的三倍 就是 私募基金 Blackstone 那些 那些 保險公司 Guardian Life 以及 灰伯克的退休基金 他們也扔了很多錢去做這些 其實就是 但是 這個 公寓市場 就出了另外一間公司出來 沒有人聽過這間公司的 其實是 那些叫做 Real Estate Syndicators 那些是 一班人自己投資的錢去的 其實就是 投資的錢去 又借便宜錢 他們用最便宜的 不是用長期的長債去供的物業 而是用短債去供的物業 那麼 現在他們是 這班人是 現在那些 裝修融資問題 全部都是 為什麼那些人會 最初把錢放進去呢 這些東西 就是 因為 不需要你 裝修 因為如果自己買房子 就要你裝修 那些公司 就是 將 裝修和融資的問題 處理了 那麼 那些人當然覺得 有這麼大的 夾拿財 街上跳 但是實際上 裝修融資的問題 他們也是要解決 他們不是不用解決的 他們 就變成那間管理這些物業的公司 要解決這個問題 好了,你想著自己乾手正腳 但是這個世界有另一句話 就叫做力不道不為財 就是 你變成整個東西 被人管的時候 那麼 你當然是奶了 這些是 那麼 正常的投資者 他 扔錢進去房地產 其實是沒有問題的 如果你一間一間賣 我認為這些是很小事 就是 逐間租給別人 但是 當有些公司想到絕世好 出來說 我可以給你30厘的回報 你就知道 整件事是有問題的 不過那時候 那些人不覺得有問題 覺得可以繼續搞下去 30厘的回報也是可以的 這個世界 就是有一句 又是真的 就是 利大本無歸 他就是侯著你的本 其實就是 那些華爾街大鱷是怎麼做的呢 他就是 將 一些很便宜的錢 借給這些公司 那麼現在這些公司 全部有財務壓力的時候 那麼 投了錢進去的人 就很糟糕 為什麼呢 當這間公司有財務壓力的時候 這些資產 就一定要賤賣 基本上 那麼 用這個模式去做的人 究竟用什麼去宣傳 這些project 給一些 或者 將這些股份 賣給一些小投資者 他就是用一些 VLOG 和VLOG 就是在上網做這些推廣的 其實就是 他們說出來的 那個 回報率是有30厘的 這是不可能的 其實我告訴你 如果長遠計 如果他寫出來有8厘的話 其實你已經 某程度上是騙人 你是做不到8厘的 就是那個現實就是 雖然有很多人可以跟你說 我們做到很厲害 現在我看到在香港 那些巴士站 那些巴士站 他簡直是寫了 怎麼投資有8厘 10厘 其實這些是一個 警號來的 那麼他們做這些 通常是什麼呢? 就是高槓桿 他們就拿了一條 就是數學公式 就說 財富是等於槓桿 就是 財富等於槓桿 那就是 那個 其實 這個是不是真的等於槓桿呢? 他們就說是 你的槓桿量再乘速度 是什麼呢? 就是速度就是關鍵 那麼 你的錢 越快回來的時候 你就有更多機會去投資 他們不斷推銷這些人 就是推銷給一些有錢人 其實 現在呢 搞到買了這些計劃的人 你說他們是不是活該死的? 我就說他們是活該死的 他們現在這樣搞的 是活該死到不得了 你不可能相信 有穩陣的投資是回報30%的 這個根本是不可能的 以及 當你借那些 那些便宜的短錢的時候 你強行去弄行這件事 你會負責很硬的 也感謝Patrick Wong 你的支持 有時候 你可能覺得 我如果 乾手正腳這樣投資 就什麼時候都沒有了 人家幫我處理了問題 但是 到了事情要爆煲的時候 他們那些人都是走了 那些公司會不會說 我在這裡幫你處理了問題 盡量給你錢 其實不會這樣的 衰騰京一 就說鄧成波2.0 借貸過渡 過渡借貸 鄧成波那件案 其實 他的兒子和孫子 就是波叔家族 是很可憐的 其實他的孫子 被人說他們是三世祖還是什麼 如果沒有記錯了 又說他不會做生意 敗家仔 其實這些 我也說過實情 不是很關他們的事 什麼 什麼 三世祖 不會做生意 敗家仔 其實 有些事情 他的公司本身的結構 是高度槓桿的 還有就是 樓市暴跌 其實是一定死的 但是你說 是不是會破產 糟糕和破產 還有很遠的距離 你糟糕了之後 也不是慢慢的 就是破產 你還可以處理物業 賣感一點 看看有沒有再融資 其他那些事情 可能可以搞得到 所以有些人就批死 說他一定死的 之前有人說 新世界死定 也有人說 鄧成波家族死定 我就不認為是這樣的 我的看法就是 也多謝Patrick Wong你的支持 那麼拉K88說 這麼大的利潤 除非你是 騙人或者被人欺騙 那麼現在的情況 就是他們有一幫人 那些錢應該會輸光 那些錢 即是他投三十萬下去 那麼三十萬是會沒有了 其實 我猜就是 那麼 就是2022年6月的時候 那些息口 加得很快 大家記得聯儲局是 那麼 那 那個息口加得很快的時候 那些便宜錢 是沒有了 在社會上 基本上是 那麼 現在的散戶 他輸這麼多 就是 他可能 買一個 就是 猜是四千萬的 物業的時候 他可能拿了 七百萬 左右 七百幾萬 那 如果 整個 東西是升的話 他當然是可以 暴利 就是不用升很多 你升少許 其實已經是 賺過W 其實那個現實就是 因為有槓桿 但是 情況就是 他只要跌少許 你那個 就是 那個 按金那裡 其實已經輸光了 那麼現在的情況 就是 這樣子 基本上就是 可能本來 放了五萬元下去 有些人 可能現在的東西 就值三千五元 現在的情況 可能 我只是 猜他們的情況 會怎麼樣 不過 他們也是糟糕的 現在華爾街 他們有CLO的問題 那你說 會不會 有危機 有次案危機 這樣的事情 現在的情況 就是 槓桿較高的東西 就是先死的 譬如 你拿兩成資金出來買東西的人 是最快死他們 為什麼是最快死他們 因為 你 跌了百分之十八 就是 你跌了百分之十八 的時候 你只剩下2% 基本上 那麼 哈哈哈哈 在這樣的情況 那你當然是糟糕的 但是你說美國 會不會因為這件事 爆獲勁 有些事情 大家是沒有辦法預知的 大家有些事情是看不到的 美股其實是在一個很高的位置 如果突然之間 爆這些事情出來 因為現在 這個 有可能是下一個次案危機 但是我覺得 沒有那麼容易 短時間之外 沒有那麼容易 因為他們現在拿出來的人 輸到零 就停了 就不會再追差價的 因為他們是用有限公司的形式去買 就不會像香港那樣 你負資產還要追差價 現在的情況 如果是負資產再追差價 其實就更糟糕 現在的情況 就是 他們還沒有去到追差價的位置 那麼 有很多人的投資組合 其實是跌了很多錢 現在有些人是很糟糕 那麼 那麼 裡面有些細節 我免得說 知道的東西就免得說 那些細節的那些 不過有很多人都是輸到 躺下的 那麼 輸到躺下的人 會怎樣 有一部分 就沒有辦法 拿社會福利 他們 有些是沒有辦法的 有些人 他們的錢都輸了 那麼 他們沒有辦法 就拿社會福利 一拼不了就是這樣 就是本來想著 單車變魔托 結果 就是連單車都不能托 所以 現在真的 有些事情 都未必 可以 預計說一定沒有事 其實現在 真的 就是 你要看看 哪些地方會爆 先 我是不希望美國爆得厲害 如果美國爆得厲害 其他地方都會一起 現在大陸那裡 其實就是國家頂住 有很多事情都是 雖然 很多媒體都在圈言 說內房的問題 嚴重到處理不了 那麼 我看到的事情就不是這樣 我看到國內 就拿很多辦法去處理這個問題 那麼 美國他們也不是沒有 拿百方法去處理問題 他們也有 商業房地產那裡 他們 拿了部分來做 補貼供應房屋那些 那些 那些是 有些幫助 我們起碼減少了供應量 那麼 好了 但是這些公寓那些 現在 唯一一個好處 就是他們那些傢伙 還是有租收的 就是 租了出去給別人的那些傢伙 交租的人 還未斷攬 如果美國經濟出現了一些 硬著陸的問題 有很多人 就沒有東西做的時候 就有連鎖反應 我估計而已 我不敢肯定會不會 如果 他們的經濟是硬著陸的 那些人 沒有辦法繼續消費 那麼 問題就會慢慢出現 我估計而已 這是我估計的 這是我估計的 不過現在 失敗的那些人 其實很多本身是有錢的 現在唯一一個可以慶幸的情況 本身有錢的人 他們現在是輸錢的 但是 還未輸身家 這個情況就是 哇 這麼多都未輸 因為輸來輸去 有部分的人 都是免費的 而已 我希望他們沒事的 好 好了 那麼 Sam 吹他就說 以前內地都有人 找人借錢 起樓 有二十幾利息 內房 霸破之後 一毫子都收不回 他是利大本無歸 這個一定要記住 利大本無歸 孫昆就說 美國房貸 很多都是政府買了 銀行財務 都只是賺了手續費 他們現在這一堆 那些孔 就不是政府的孔 來的 這些全部都是華爾街的錢 現在 基本上就是一群人 就輸了錢給大鱷 現在真正正在發生的情況 就是一群人輸錢給大鱷 好了,算了 說到這裡 今早神網第一線就到這裡為止 多謝大家的支持 明早神網第一線會再跟大家見面 就這樣,拜拜 請來自 polling 請來自航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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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